再來關注武漢肺炎國際疫情 週三 意大利全國封鎖第二天 確診病例超過1萬 當局撥垮250億歐元印度疫情 伊朗週三通報63人不治身亡 累計354人死亡 英國衛生部官員多里斯確診 他曾在上週出席首相約翰遜主持的活動 英國衛生部官員兼保守黨議員多里斯確診感染 目前在家隔離 多里斯上週四曾到首相府 出席活動 英國目前確診病例超過382宗 6人死亡 週三 英國央行宣布降息兩碼 基準利率調降至0.25% 週三 意大利全國封鎖第二天 確診人數超過1萬 意大利總理孔特宣布 關閉全國各地的學校 體育館 博物館 夜總會和其他場所 當局決定撥款250億歐元 約合283億美元應對疫情 從意大利到鄰國的交通工具 包括鐵路 航空 車輛實施嚴格管控 伊朗週三通報63人不治 死亡累計到354例 確診個案增加958人 累計達9000例 週三 韓國首爾爆發群聚感染的客服中心 相關確診數增加到93例 與此同時 韓國武漢肺炎當日確診242例 累計增加到7755例 死亡病例達61人 對韓採取入境管制措施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116個 日本確診病例達585例 累計12人死亡 日本民谷屋分別有一家健身中心與福利中心 爆發集體感染 共81人確診 東京奧運職委會表示 如果未能如期在夏天舉行 最有可能推遲1至2年舉行 今年是日本311大地震九週年紀念 由於擔心武漢肺炎疫情傳播 官方紀念和首頁活動均一取消 民眾參加小型紀念活動 向罹難者莫哀致意 泰國週三新增6個確診病例 其中兩人在機場工作 包括一名移民官 泰國累計病例59起 一人死亡 新唐人記者李梅 陳海月綜合報導